大家好,我是Sherine 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就是一个茶槌 这个是一个很久的,算是古董吧 就是拿来烧开水用的,然后泡茶 它基本的操作就是木材,然后用火 来煮制水沸腾 就是烧开水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管子 所以现在我们在等着这个水烧开 这个茶槌是在 二战时期过后的时候埋下来的 现在有点水,差不多已经在滚了 因为他们说用这样子的方式 烧热水煮出来的茶会更香更甜更好喝 这个算是俄罗斯以前的烧茶水的方式 好了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给我点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和按下右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们有想要看的一些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大家再见